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冬月姐姐 文心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你要嫁人了 所以来给你送礼物 小大人 还知道送礼物了 给你 这是我自己做的 不对 殿下哥哥也帮我了 谢谢你 也帮我谢谢殿下 怎么只有新娘要礼物啊 我这个新郎也要 你这么大的人了 还跟我一个小孩子来要礼物 真不害羞 你 你 我 他 他怎么老对我这样 我好歹也是堂堂右将啊 他不是一直都对你这样吗 你就认了吧 他虽然对我不好吧 但还是挺可爱的 比他爹强多了 文艺 他怎么了 你还记得 你从三皇子那儿抢来的军械不够数吗 记得 余下的去了哪里 三皇子把余下的 全都给了文艺 文艺一直在搜集我的追证 我和文艺之间 必有一番冲突 我不想把你和文心牵扯进来 文艺他刚正不阿 不是坏人 但我冯夕是坏人 他不知内情 对你有些误会 你别跟他过不去 怎么一提到他你就这么认真啊 难道你对他真的有感情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现在不是我不放过他 是他不放过我 老陈的尊账 老陈参见三殿下 有劳佐相 为本皇子承矛 殿下 方圆已不是昔日的左相了 蒙殿下不弃 李贤下士肯给我机会 老臣心中感激万分哪 我已命文业 将军械转移到刑部大牢 好 殿下只管将棘就计 剩下的事 就交给老臣来办了 冯夕若来 定让她插翅南飞 老爷 就是这位小姐找您 冬月姑娘深夜造访 恐有不便 请回吧 文大人 我今晚过来有要事相告 那就在这里说 要是有关三皇子 还请文大人给我一些时间 请随我来 相爷和文业事成水火 为何冬月姐会夜访文业 你说什么 你竟然让我放过冯夕那个奸臣 我知道大人素来不喜欢冯夕 但世人对她的评价都有误解 只待时日自会清白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 要不是小女对你还有几分好感 我绝不会让你进这个门 你扳倒冯夕 朝廷便会变成左相门上的天下 这才是真的对三皇子不利 我文业一生行事 胆求无愧于心 绝不会和冯夕同流合 姑娘 还是请回吧 大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无愧于心 难道就真的没有富过他人吗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忘记了尹蓝 她和尹蓝的容貌如此相似 难道两人之间 真的有什么瓜葛 冬月姑娘 与下官王妻有何关系 文大人 你自诩清流 可尹兰出身烟花 是你一生的污点 你们全家都冷落他 从未把他当过一家人 才使得他郁郁而终 大人的清白 可比一条人命重要多了 住嘴 闻家家务事 请由外人随意评说 可我不是外人 冯夕已经知道大人在针对他了 还请大人自己保重 本官一生未能圆满 也不敢自诩圣人无瑕 但立下宏愿 为正值清明 百姓安康 舍生枉死 军械之事 恕我不能答应 非但如此 我还要将其送往天下 最安全之所在 大人既然以一股心 灯月不便多数 董事 是 人上去 你 对 有点 可不可以 我还要是 我还要尽 你 我娘 娘 你醒醒啊 娘 你不要离开 文心 娘 文心 娘亲不在了 以后还有爹 不 是你害死了我娘 你不是我爹 我没有爹 娘 娘 你醒醒 别闹了 我没有爹 娘 娘 你醒醒啊 娘 一个文业 也值得你想的神魂颠倒 你怎么在我房间 你三更半夜去找文业干什么 我困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你不说也行 那我就踏平门府让文业自己说 你疯了吗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我去找文业 求他不要帮三皇子指证你 那文业性格那么固执 他应该不会答应你的要求吧 那你为什么会以为他会答应你的要求呢 你和那个文业 从一开始就透露出一股奇怪的劲 难道你对他 还有一次情愫吗 你真是 我不想说 不知道是谁 要求我毫无保留 那你自己呢 文业是我爹 你爹 你爹 他那个年纪 能有你这么大的女儿 他确实是我爹 只不过 是我八年前的爹 八年前的爹 那你和文心 我就是文心 只不过我是从八年后回来的文心 当时定远之乱爆发 我差点死在战场上 是耳玉重塑了我的身体 将我送回现在 去改变历史 所以说你能预见未来 都是你经历过的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我以为你不会相信 我以为你不会相信 只要是你说的 每一个字我都信 只是 此事太过离奇 你出现在我身边 就是我这辈子 最离奇的事情了 何须再惊奇呢 那你不要再针对文业了 好不好 抢军蟹难免见点血光 没点甜头 我和我的兄弟白跑脱啊 此事事关重的 谁要是阻碍 杀我无数 知道了 军蟹的事情 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自有打算 今天晚上早点休息 好 啊 赢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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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我呀 保护军械 识时误的 交出军械 绝不能让军械落入贼人之手 想要军械 那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你还真是名顽不理 那我就如你所愿 回头再给你解释 此人杀不得 你们先将后务弄走 好 小心 小心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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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出门啊 我要去趟评考方 新耀 你说冯夕偷运军火私下贩卖 可有证据啊 回父皇 儿臣本已截获失窃军信 但于昨晚被劫匪盗取 殿下自己看管罪证不立 不要赖到下官头上 你若不是心中有鬼 为何三番四次 就笼络知道军火所在的文业呢 殿下也知道 文业王妻 与冬月是顾骄 以下官跟冬月的关系 跟顾骄打好关系 不是理所应当吗 冯相爷的确是为了我 他与文家交好 既然你把军械失窃一事 推得一根二经 那你能否说出 昨晚那些军械被劫之时 你身在何处 怎么 我堂堂右相 出去喝个花酒 还要跟你包背吗 我把我打过来 尤姨 一番 李馨 具复 石瓶 武丽 那是 硬发 他 这是 这 北京 才在 你看 这 现在 这 把你 就算你是我 未过门的妻子 也轮不到你管我 应该是我管着你 我大大方方去平康房喝酒 不光我喝得开心 我还请在座的所有人 都喝得开心 你别太过分了 你原本对我不是这样的 如今你对我厌烦了 就 行了 你们不用在这里 一唱一和的 陛下见笑了 冯夕 你有九颗为证 但你也别忘了 军械被劫之处 除了劫匪 还有别的 我这就给你了 你不可以带你 我说你不想做 有什么事 我说我们的事 我说我们的事 我说不想做 我们的事 找我 你把我说 我说我 看我 不想做 我说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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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在我心上 看来殿下对下官的剑躯 十分感兴趣 那不如一直看下去 陛下 失礼了 冯爱卿啊 怪不得你不肯脱衣验伤啊 原来堂堂男子汉 竟然赐了一朵 这么细致的花绣 陛下 臣也是一直看走眼 所特非人 才刺成这副模样 既然是冯大人自己找的人 也认不得别人 是 既然是我选的 那这朵花 就要跟我一辈子 贼人的伤处在做凶 冯卿家的刺青 也在做凶 这是不是过于巧合了一些 殿下验伤已毙 冯相果然没有嫌疑 也在做凶 小狗 勇冯成 我去做一个 餐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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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奉策为何阻止我 殿下息怒 军火一案我们毕竟没有实证 再说现在冯夕如日中天 她在陛下面前那么得处 单靠贩卖军火一案 未必能置她于死地呀 难道你打算放任冯夕做大 等着她在朝堂上 只手遮天吗 打蛇不死自疑其害 这种赔本的买卖我们不做 对待冯夕这条毒蛇 要么不出手 一旦出手绝技不给她 反咬一口的机会 听左相之言 看来这毒已经准备好了 此次出手即使毒蛇不死 也得去掉她大半条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的黄金原谅 看来这毒蛇不死 就请不吝点赞 订阅 那位三国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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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终于明白 人后 就是转入 怎么了 这么看着我 不认识我了吗 殿下今日 确实与往日不同 下一次我提笔写的 不会再是情辞 只会是军令和正令 亏我还以为你有公公三身 你明明答应过我了 不会再去那些烟花场所 为什么又去喝花酒 你是谁 为什么当时有一瞬 会对他如此陌生 相爷 太史局的卢川求见 紫月 我看上去老不老 相爷面如关玉 众所皆知 怎么会老呢 那这段时间 我看上去老不老 为了 老不来 我看上去老不老 我看上去老不老 算了 我说你跟老不老 看上去老不老 你也告诉你 你一专业 你那里 有什么事 我说你 要得很厉害 我说你 你不得很厉害 我说你 你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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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 我不敢跟他一路走 就不敢走 不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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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鸢 我到了淮南 这里好热啊 但是橘子很好吃 一切安好 勿念 大人您要的燕窝 放着吧 怎么还喝上燕窝了 我向来不喝这些补品的 只是 最近有人说我年纪大了 我们认识这么久 你的样貌却一点都没有变 连一道皱纹 一根白头发都没有 而这段时间 我却长了白头发 说老病死是人之常情 只是我怪异罢了 你不能这么逼啊 没认识你之前 朝中三品大元以上 我最年轻 我也从未担心过自己的容颜 现在 我也不怕老 但是我怕 我会比你老得快 你别这么说 不怕 不怕 对 很难 在书上 还是不怕 来 在书上 你也不怕 不怕 你也不怕 也不怕 不怕 你也不怕 你也不怕 大家 有谁 王捕头的儿子 我们前几天刚认识的 还有他的小伙伴们 那他叫什么 我 我没问 你还撒谎 你除了三皇子和冬月之外 哪儿还有跟你一般大的朋友了 要不是爹 吻心就不会没有朋友 冬月现在住在冯府 你可知冯夕那是天下皆知的大奸诊 你接见那种人可知道有多危险 不许再去找他们了 我就找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 不许找回屋去 我不回 老爷 轿子已经准备好了 时辰也差不多了 冬家法 是 爹 我不要 我不要再进去了 我求你了 我先不要再进去了 爹 不要让我进去了 爹 放开我 我不要进去 放开我 我不要进去 我不要 我不要 小姐 得罪了 我不要 我不要 求你放我出去 求你了 收拾就没了 不要 不要 怎么了 我 被虫子折到了吗 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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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了 我要出去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孩子被关到屋里不是常咬的事吗 为什么小温馨会被吓得晕倒呢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被关进小黑屋 是我娘去世的那一天 你放开我 我娘 不会死的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我不要进去 我要你叫我娘 你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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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记得 当时到底被关了多久 只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你放我出去 我要你叫我娘 你感觉全世界都抛弃了我 那你不是害怕被抛弃 而是无能为力 而是无能为力 那个时候 我觉得只要我能冲出小黑屋 就可以救活我娘 你那个时候还小 这一切都不怪你 今天谢谢你 其实我跟你一样 很小的时候 我娘就去世了 每当想起她离开的时候 我还是会很难过 你知道我是怎么度过的吗 小时候体弱多病 每当发病的时候 她都会给我讲故乡的故事 我现在都还记得 每次一听到这些故事 心里就会很安定 那个养驴的老伯呀 碰到了一个养婴的小孩 老伯就问小孩说 小孩啊 我有我的驴跟你换婴 你换不换婴 小孩就说了 你们换驴花 那你现在可以让自己安心吗 因为你已经不再是 那个无能为力的孩子了 你也可以想想 跟母亲之间的美好回忆啊 比如 一个小物件 或者一个曲子 都可以给你力量 可是 我娘她不会讲故事 她只会 带我放风筝 那当温馨醒来 我们陪她去放风筝吧 她很想要